《坦克》 小桥伤害来源于一技能和大招 二技能是一个击飞效果 小桥前期伤害并不是很高 但后期发育起来后 一擅自就能打掉敌人半管血 加上大招秒人能力非常强 而且小桥攻击范围广 有控制 有输出 一般坦克还没近身 就已经被他打残 干将是出了名的爆发伤害型英雄 不仅攻击距离远 消耗能力也很强 一技能短暂未移动击飞敌人 还能保密 而开启大招后 重置二三技能 伤害直接加倍 无论什么英雄 只要被四把飞蟹命中 几乎都得回泉水 毫无道理可言 雕蝉是一个高机动性英雄 消耗和支援能力都很强 在大招范围内 他可以减少技能CD 可以在法阵内无限穿梭 但貂蝉打坦克 主要是依靠他的真实伤害 真实伤害让他打坦克 如打醉皮英雄 可以说 在会玩的貂蝉面前 带着的坦克都得懂